狄青逆气 二十四孝之二十四 朝代宋朝 孝子黄亭间 来人 老爷 有何吩咐 老太太起床没有 喂老爷 老太太刚刚起床 我去老太太那里看看 母亲今日精神可好 好 好 母亲 来 尝点银耳粥 味道不错 好 我尝尝 不错 味道不错 老爷可真孝顺 是啊 当了这么久的官 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就是 哪有当官的洗马桶的 我们洗马桶都觉得臭 不想洗 老爷却一点也不嫌弃 不仅不嫌弃 还天天洗 老太太真是好福气 老爷出来了 老爷出来了 老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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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秤 老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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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木槿谁不听话呢 还不是你 跟你说了好多次了 戏马桶的事情由丫鬟做就行了 你偏不听 木槿这是作为儿子应该做的事情 你就不要责备了 你也注意一下身份 怎么说也是个当官的 这也会让人看笑话 这是为人子女的职责 有谁笑话了 哎 我说不过你 木槿孩儿告退 老太太 该睡了 哦 该睡了 哦 嗦 哦 嗦 哦 终于立身